生活在这世间上 有太多的苦涩 金钱 姻缘 及诸多激动的诱惑 那为何还要修道呢 修道又有何益处呢 修就必须要实行坐禅 修不只能用口讲 而是要落实地修炼 实行自我修改身心 我们的身心受无量节之业力所牵引着 现今必须修禅定做 才会得到清静 越能够清静 才能将浊气解除 才会面目光亮 健康快乐 但是必须要有驱灼流青之方法 用什么来解除浊气呢 就是用天地之元气 才可解除浊气 我们眼前的生存 就全赖天地之元气 我们有天 有地 有道 全部齐备 不缺任何一样 只劲落实地去实践修炼 才可感应到上苍的清静 来进化提升 乾坤宇宙有秩序 才使我们得以生存 但是本身做人若无秩序 即使生存着也不会好的 生命是包括心灵的 但做人不知道有心灵 只懂追求金钱和权势 就此足以令人思维不正 含糊不清 无法去造福人群 救度众生 所谓本身不度和深度 若想要普度众生 首先要自度自救 我们的机体是由自然界构造形成的 但我们竟不明白这机体里的秩序 我们需要什么的呢 我们要有天地元气的辅助及培育 才能进化得好 所以我们要修炼无微法理 科学玄秘佛法 等如是顺天意而进化提升 要晋升至无限清静之处 才算是每一个心灵应该晋升之处 如果我们的心 不断向外追求物质及权力争执的话 须知 始终有日会尽失一切 只会空着双手而逝 灵魂自三十三重天降临世间为人 来自清境界 亦将四始离世 是两手空空而去的 清静而来 必空无归去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明白 我们根本就无权力 无钱财 更为才干 但我们有意志 只需要肯为自己 从整 从建平均 便可安然自在地进化 因此要修行 禅作 便要落实地修炼 假如只讲理论的话 麻烦的事依然会不断地出现在眼前 如果能够重整我们的内心意识 时觉平衡 就可以化解任何一切侵占我们脑筋思维的污浊障碍 我希望各位听过后会醒悟 并且依照我所实行的方法去练习 使身体健康能奉献与大家共同分享 第一节 初期六个月的基本练习方法 一 意念难无阿弥陀佛 二 集中能量法 三 集中能量后按摩法 四 躺卧腹式呼吸法 做的姿势 坐在放置地毯或毛毯的坐垫上 右脚盘放在左腿上或左右护条皆可 双臂紧贴身体两旁 集两手掌心放在双腿膝上 面向南方而坐 卷舌向上 舌尖轻触上额与齿银 牙咬牙 轻轻扣齿额口 闭目 及集中注意力于两眉之间的位置 坐直 坐直而另到腰背挺直 若不能盘坐着 可以坐在椅上 双脚平放在地毯上 两脚跟互碰着 腰背坐直 不可哀靠以背 最初六个月期间 意念南无阿弥陀佛 起初六个月期间 用意念南无阿弥陀佛 将佛号的震动力 传去体内的六个车轮位置 即六心 卷舌向上额 牙扣牙 合口 闭眼 用意念每一个佛号 南 当念南字时 集中注意力于双眉中间 即眉心位置 无 当念无字时 集中注意力于头顶之上 即百慧穴位置 当念阿字时 集中注意力于后背 两个肾部之间的中央位置 谜 当念谜字时 集中注意力于前胸中心 当念佛字时 使全身毛孔发光 佛 当念佛字时 集中注意力于肚脐位置 意念佛号 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念多 功夫多 心灵发展 就会进步得更殊胜 意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用振动力 灌透体内 以助开通五脏五经 即展开头部的电心 在任何时间都可默念六字佛号 集中能量法 用名塞耳法 徐徐提起两手肘 高质与肩膊平放 用大拇指 分别避塞两耳孔 用中指指尖 分别轻按于 两眼尾之骨角处 用食指指尖 分别轻按于 发病边缘额角处 即太阳穴位置 其他的手指 往掌心内趋放 卷舌向上额 轻扣尺 合口 闭目 集中注意力于两眉之间 即印堂部位 向前指望 集中注意于头部的震荡力 呼吸要自然 做的姿势要腰背挺直 每日任何时间 皆可以练习此方法 可以令到脑部神经稳定 这个练习 最少要做五分钟 最多是十五分钟 缠坐后按摩法 离缠法 徐徐提起双手 从前额抹至头顶 将电能汇聚归回体内 双手掌心按在头顶上 跟着双手沿着后脑 抹至两耳边 至耳珠 以大拇指和食指夹紧而阔 及耳珠向下拉 再往面塞上摩擦 做三次 摩擦掌心 至掌心发热 再往面上摩 如此动作做三次 摩擦掌心至掌心发热 再往面上摩 如此动作做三次 摩擦掌心至掌心发热 再往面上摩 如此动作做三次 躺卧腹式呼吸法 法轮照明 练习躺卧腹式呼吸法 目的是清静调和肠脏 躺下 卷向上额 轻扣尺 额口 将身体完全放松 四肢伸直 要完全忘掉这个机体 闭目集中注意力于双眉的中间点 注意力集中于肚脐 当练棋子方法时 任何时刻都要集中注意肚脐 首先开始用鼻孔呼气 让腹部线下将肺气呼出 然后徐徐吸气至满肚脐 然后尽量将气呼出 数一用意念去数 继续吸气及呼气 然后意念数二 注意呼吸要均匀 然后数三 继续这样做 数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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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至十二 十二 十二下呼吸为第一个周程 稍停几秒钟 然后继续新的呼吸周程 每一个新呼吸周程 将要减少一下呼吸 即是首先呼气至腹空 然后吸气至满肚脐 再徐徐呼气出至腹空数一 一吸一呼为一下 如此直至数至十一 跟着下一个新的呼吸周程 会是一至十 一至九 一至八 一至七 一至六 一至五 一至四 一至三 一至二 最后是一 呼吸 呼吸总数是有七十八下 做呼吸时 速度和节奏应要均匀 不易太快 太快会减少效果 易不易太慢 太慢又会导致眼困 可以在任何时间修炼词 躺卧腹式呼吸法 但必须是要空腹或饭后两至三小时才做 易可以在做完腮尔法之后随即做 甚至一日之内可做多次 南无阿弥陀佛之原理 南是火 无是空气 阿是水 谜是发展 佗是好光与颜色 佛是灵感 南是南天门 南属丙钉火 位于双眉之中间 是极具发展电能量之处 一旦左右两电源结合便会发光 无 只无形事物 即空 即使我们闭上眼睛 也可以见到天界各种生动景物 阿 人魁聚集于肾 水电香蕉 当肾脏衰退 人就会不安失眠 但若炼制水电香蕉 人便会健康 安睡 革 护持着三宝灵 精气 神 三宝合一 将熟圣生华 佗是好光与颜色 包围覆盖着一切 当我们达到清净境界 就会有一股清电 金黄色好光包围保护着我们全身 佛 是认识到清净本在我们内心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去反省 自我改过才会有机会进步提升 第二节 修炼无微法理科学玄秘佛法 六个月之后的练习方法 六个月之后 就可以跟着以下的方法修炼 最佳的坐禅时间是晚上11点至凌晨1点 以当地时间为准 请勿在下午3点至9点的时间 修炼禅定 丙愿 双手合掌于胸前 保持思想清净 意志力集中于头顶上 用意念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南无龙华教主弥陀 证明弟子 证明弟子 林子道 用您自己的名字 修行得道 弟子 弟子愿从今 归佛归法归一僧 南无阿弥陀佛 万物太平 双手合掌在胸前 拜三下 腰背保持挺直 无需鞠躬 无需鞠躬 腮尔法 又名集中能量法 依照第一节所示范的方法 同样练习 法轮常转法 双臂紧贴身体两旁 双手掌心 按于双腿膝上 卷舌向上额 牙扣牙 合口 闭目 集中注意力于双眉中央 开始徐徐轻缓呼气 至空腹 并凹陷至近 尽量为止 当腹部因呼气凹陷至近点 才徐徐吸气 开始吸气之前 默念下令 满肚脐 满胸口 满头部 吸气 直至无法 在吸入时 就徐徐轻缓呼气出 呼气直至到腹部 完全凹下至腹底 要使所有肺气 尽量排出体外 当作呼气和吸气的时候 胸部位置不动不便 只许腹部起伏 当呼气完毕 就立刻下令 满肚脐 满胸口 满头部 然后再吸气 如此呼吸法 只需做六次或十二次便足够 呼气加吸气 等如一次呼吸 呼吸池应当保持徐徐轻缓 连续均匀循环 且末间断 和不要鼓的气 压迫在体内不放 缠定 坐姿与手的放置 与之前所讲的一样 卷舌向上额 牙扣牙 合口 闭目 集中注意力于双眉中央 集中注意力于头顶上 莫愿弟子愿勤修至出魂 待可上升至礼佛 集中注意力于头顶上 只需一阵子 然后就集中注意于双眉中央 越能够集中越好 缠定的时候 意志思维放松 安静 做得越久就越好 缠定时 若感觉到很痒 或足不麻痹 又或是杂念太多 可集中注意力于头顶上 意念 难无阿弥陀佛 三昧印 深造修行者 在修炼 法轮常转 或缠定之时 能感觉到电能之振动 就会自然将双手结合 持三昧印 第五节 离禅法 离禅按摩法 徐徐提起双手 按于头顶上 双手掌心 至于头顶 将电能 汇聚归回本体 跟着双手 沿着后脑 抹至两耳边 至耳珠 再往 面筛扫抹 如此动作 做三次 然后双手掌心相互摩擦 至手心发热 再往面上磨 同样的方式 做三次 然后双手掌心相互摩擦 至手心发热 再往面上磨 同样的方式 做三次 然后双手掌心相互摩擦 至手心发热 再往面上磨 同样的方式 做三次 双手再擦至发热 然后按摩 右手臂 抹至手指尖 做三次 双手又擦热 然后按摩 左手臂 抹至手指尖 做三次 双手再擦热 双手按摩 右大腿 抹至脚趾尖 再按一下脚的大拇指 做三次 双手再擦热 双手再擦热 双手按摩 左大腿 抹至脚趾尖 再按一下脚的大拇指 做三次 然后 两脚板 相互摩擦五十下 念南武阿弥陀佛 六个月后 修行者经过六个月 实行念佛号后 修行者将感觉到所有转变 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电能在你头顶上震动 或是正在你的双眉中央 当这种现象出现 你便可以直接地从头顶上念佛号 卷船上下额 注意力集中于双眉中央向前指望 呼气放轻自然 以下是一些复佛号 以下是一些附加练习的功夫 默念八正道 就必定要在下午六十至十时才可以做 助转移动 助轮体育法 力正 腰背挺直 双脚平站 与肩宽度相弱 双臂放松 卷船 卷舌 牙扣牙 合口 脚趾弯曲 使接触地板 保持两手臂伸直 徐徐徐将两手臂向前提起 将手腕昂起 手指向上 然后双臂向后摆去 在背后徐徐升起 手掌心向上 约坐十五分钟时间便可 跪拜无微镜法 于无微镜前站立 假如家里没有无微镜 可面向南方站立 开始跪拜 拜时要卷舌 牙扣牙 集中注意力在头顶 意念 难无阿弥陀佛 一边跪拜 一边要意念 难无阿弥陀佛 做五十下便可 默念八正道 意念 难无阿弥陀佛 开始第一句 意念难 是从上唇起 念难无阿弥陀佛 佛 佛停在鼻尖 这是第一点 在鼻尖起 念难无阿弥陀佛 佛至印堂 是第二点 从印堂开始 念难无阿弥陀佛 佛 佛至前额的中央 为第三点 从前额的中央 念南无阿弥陀佛 至尼环宫 以前额与头顶之间 为第四点 从尼环宫 念南无阿弥陀佛 至尼环陀佛 头顶位置 为第五点 从尼环宫 念南无阿弥陀佛 至预诊 后脑诊的位置 为第六点 从预诊 念南无阿弥陀佛 至何西 双肺至中央 与胸前相对 为第七点 从何西念 南无阿弥陀佛 至命门 双肾至中央 与肚脐相对 为第八点 每日下午六时 至十时练习 重复做三次 帮助打通身上八个穴道 默念八正 可以驱逐一切 邪拙的侵入 当修行者 开发出自己本身的能量 自然的 每当默念佛号时 就能感应到电能 随着每个穴位 流动发光 朋友们 大家已经看过此录影带 我所修行的纪录片 请大家细心研究 实习修禅 会带给大家健康身体 头脑清醒 还可以帮助大家解除一些奇难杂症 大家需要自己学习和实践 这方法效益无穷 当你实践修炼此法 会助你安宁舒泰 更能发展到头脑开通 自然会实觉到这个小天地 即这副机体与乾坤宇宙的联系 原来是同一样 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清楚地明白 只要有天有地有道 就有安乐健康即年轻 像我这把年纪 76岁 与我差不多同年岁的 行动早已不如我 做起事来 感觉非常劳累 而我工作不停 却不觉得疲累 我还抱着不停为他人服务的精神 我们是无违法的修行者 渴望有机会为他人服务 将自己真正修炼所得的好处 经验成果奉献给大家共同分享 上述是我所练习实行的一切 在将来会带给大家身体辟认肯地感谢各位的观看 这个法门是留给世上所有的人 人人皆可实行 自我修炼改进 如同以下诸位朋友 如同以下诸位朋友 最后我们会和他一起过去 13岁 早晨 因为我认为我非常合称 我可能不是非常有意外 但在背面的脚 我认为那时候 状况时 Atari会会继续 然后做多速度 然后我会找到 和思想 去多部可能 因为我能看到 技衡中处理 然后当我没得上 来着他 台灣人的目標是来找找 bana的 男神,Who took me to meet Mr. Thom, things suddenly changed, And my life was not too busy to find time to meditate. I found that meditation provided me with a peacefulness And a tranquility that took much of the busyness out of my life. Volvia is self-discipline. It's a technique that you have to work at betting you strive for patience patience with other people more importantly patience with yourself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that but you try you also see the other things that come about the clarity of mind the focus that you don't have before the things 今天你已有些事先 然后你现在看了 那些事先 有些事先 你能够认识更好 首先你开始起来 做一些技术的技术 然后你能够更加领练 然后你能够更加领练 一旦有更加领练 你能够重心 你能够和互相交 你好 我讨厌,我是梁春,今年我比你高大,我多年循高大,我做了一个育率,我比我高大,我控制我非常健康,我控制我高大,我没有一个学习学习,我没有一学习,我详并不像我认识,但是我过了一期讨厌,我讨厌人的道德,我讨厌 ,我讨厌女生的经济,我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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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济,我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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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 我是奴隆俊 我住在北京 我做了你的生活 三十年 我今天不是很感兴趣 来试试 我今的感兴趣 我想向神 我都要求您了多谢谢您的余 我感谢您的动静 您的通用力 您的那种优优 针主持人 我教练的信息 我会留在人的距离 让我聆听 而会更深入了我身体的忽略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名字是肖俊賢 我今年38歲 我來法國已有21年 我的職業是做生意 我跟隨這法門已有16年 為什麼要跟隨這法門呢 大概可以分為兩段 第一段開始時 我只為勤找身體的健康 因為這個法門當我們練的時候 要每天實行 尤其是做生呼吸 做生呼吸是一種 氣足流青的法門 因為我以前病很多 我覺得病 病得太苦了 所以心裡常求上天 持我像別人一樣 有一副健康的身體 所以當我遇到這個法門的時候 我即刻地去實行 也管不了別人對我的想法 第二段 有了健康以後 我開始探討心靈世界 因為心靈世界 跟身體有很密切的關係 接下來 這個法門帶來很多的益處 我可惜沒有時間跟你們一一細數 謝謝 你好,我的名字是 Rachel Robichaud 我住在 Montréal 我第一次介紹到 訓練過一位 Vietnamese 朋友 他給我示範的技術 提供的深呼吸 提供的技術 這件很幫助我 後悔的事件 在我的生活 現在我認為 它是食物給人 我經歷了最多的生命 我經歷了我的頭 我的意識 現在我感覺 這就是技術 提供的技術 提供的 提供的心 這就是我真正正在身邊 這就是誰真的我真正在身邊 我真正在身邊 這幫我設定 可以與我罪接收 合在身邊 和我 Brothers 和我靠イ奮 和人生 這就是我的經歷 這就是我的經歷 通過我的售圓 我也身為敬愛 也很榮華 謝謝 我並不受歡迎 在內部的服務 並不受委託 我也沒有拉限 這是這也是 受信者的是 我的說法 我建立的這個 信心 那它被創造 沒有請到任何人 不 rebuild? 我一旦情愿, there is a simple sharing that is very spontaneou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 looked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I wish everyone Best of Luck, for those who wish to meditat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I think all of them have the same goals. how fast you reach the goals depend on what technique, but I have found BoVI is the technique that reaches the goals quicker because it forces you through self-discipline 我的名字是陳秀玲,我來佛國已經有二十四年了,我認識佛門差不多十五年,初試的時候是由朋友介紹的。 我初試,老實說,我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是跟他們這樣修,但是我越修越覺得這個方法跟別人去廟拜佛那些不一樣,因為這個佛有三個功課要做的,第一是失以佛,是幫我們定我們的神經,去解決那些疾念。 第二是呼吸法,幫我們可以留那些驅逐流青,而且我們人越來越沒有那麼暴躁。第三是定座,定座的時候可以幫他們明白很多奧妙的事。 而且做人每個人都有問題,如果我們可以由這個方法來修行的話,我們可以越來越明白自己,而且可以看到好些,好奧妙的事件讓我們明白。 而且我覺得自從我修這個方法之後,我們可以改壞的習慣。 而且人越來越開心,不要像以前那樣激心。 你好,我叫 Raymond Garcia,我是醫生醫生。 我修行歷成1980人。 然後 1974,我發現了《習慣 我认为一个计划的朋友 里面有多久的计划 我认为这些计划 第一次见我计划 是1983年 在巴黎 这一刻是一刻的午餐 他在聚会和和兴 在此时 他在饮了 我會休息,我會休息, 我是努力,我的活動說, 我許多休息, 我沒有在休息, 因為我會禁止了, 我會不會休息, 我會休息, 我會休息, 我請客人的香氣, 這是很划算, 我不會想到 我认为了多久的食物是一样的食物 我认为了多久的食物 然后已经在1974年以1984年 我失识了一步的试试 我当时的试试是很困难的 但我继续继续继续 但在这种试试我发现日后日 而在一開始,我能提供自己的能力, 而在一開始,我能力出現的能力 而出現的環境和影響 而出現的影響和影響 所有的困難和困難 而在一開始,在一開始, 在一開始,所謂的意思 是在自己身邊的身邊 而在自己愛自己的身邊 這件事給我一個新的 因为我经常有经常战争的战争 在生活中有更多,更多,更多 而来,我经常战争自己的生意 而学习自己的生意 也许是在生意或是在生意的生意 或是在生意的生意 在生意的生意 是在生意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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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似乎是在生意的生意 然后,我会找到生意的优秀 找到生意,找到生意 找到生意,找到生意 找到生意的生意 在生意的生意 让它们开放在生意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能够取得 新的方式的生意 能够合作人的生意 能够合作人的生意 一种不同的方法 而能够能够能够活动 或者能够活动 一种不同的方法 而从那里 我能够感受到其他人 而不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 我能够更多 或少被感受到外面 而更多 我能够感受到外面 我不能够感受 这些困难的 而今的方法 我将在这些方法 我将游动 然后 我将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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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动 我将游动 我将游动 游动 Own 游动 就是 weapon 这套面 序券 我游动 游动 游動 这些肉 游动 很准益 游动 这些游动 在外面,我們曾經理解釋, 我們曾經理解釋, 我們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這是一個方法 再次找到的社會 所謂的社會 和世界的合作 這是最大的喜好 這就是我學到VoVie,它幫助我的生命很大 任何人從任何藝術可以練習習慣 你可以唱在自己的語言 但主要是,它幫助你的生命 它可以保持生活的,我認為它保持我的生活 因為我曾經歷路 因為健康的原因,有壓力的問題 作為一個公司的公司 擁有所有的事情 我只能夠不適合 你很酷, 或能有充滅、 或能有充滅、或能有充滅。 我今天正在这里, 我们都在河南。 我现在已经是这么多大的 。 我今天是在南部的学校。 我どうぞ 我去那里 到那里 我去那里 我都去那里 我才对这里 我去那里 在一起,随着人们来感受的感觉. 随着人们来感受的感觉, 随着人们会感受的感觉, 随着人们在一起,随着人们的感觉, 随着人们来感受通过度的发生. 它需要一个改变的心思。 它需要您する必要结果, 那么您会认为那些考慮您的前段 便已有官司的正确。 你无认为您的考慮您的重要这一切是重点。 bundle the business that we have in our life and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occupy our time and our thinking have really no importance and have no long-term meaning in our lives. So it requires a reevaluation of what is important to you. And when you determine that you really want peace and quiet and total calmness in your life you will go to meditation because that was that's the one thing that will provide it will provide the calmness that is important in your life when our values change meditation becomes a part of our lives so re-evaluating what is important to you is the way to get started with meditat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aster and for volvi for what it's done for myself and for my wife for the people that we've met in volvi for what it's done for us in jus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you will find that if you meditate and if your wife meditates your children meditate that you have better communication you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you're more calm you're able to control yourself and learn patience better father i call him father because i respect him like a father s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learn and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learn is patience patience with other people but more importantly patience with yourself so try try the technique and you will see for yourself bonjour mon nom est Colette Beaulieu j'habite Neuville tout près de Québec il y a à peu près deux ans et demi que je pratique vos vies la méditation ça a été pour moi une découverte un des beaux cadeaux de ma vie le premier cadeau ça a été de rencontrer l'homme qui m'a fait découvrir cette pratique j'entendais tout à l'heure une belle petite jeune fille qui disait qu'il n'avait pas d'âge pour pratiquer ça il n'y avait pas de religion il n'y avait pas aucune barrière elle a tellement dit vrai parce que vous voyez moi avec mes cheveux blancs c'est une méthode que j'ai découverte il y a à peine deux ans et demi et vous dire tout ce que j'ai été chercher dans le son je pense ça prendra l'après-midi le monsieur qui prend la vidéo il sera tanné de me voir mais il y a tellement de belles choses qu'on va chercher dans le son on est tellement près de dieu on apprend tellement à se connaître à se découvrir à s'aimer et à se donner aux autres il y a tellement tellement d'amour qui rayonne dans toute cette belle famille de vos vies qui fait que quand on se retrouve tout ensemble on dirait qu'on est au ciel on a une harmonie et une entente avec on sent l'amour on pourrait y toucher de nos mains tellement c'est beau et c'est fort et pour moi ça a été vraiment un cadeau du ciel et le soir et le matin c'est toujours pour moi une joie et une hâte d'aller faire ma méditation parce que dès que je m'installe que je m'assis que je commence à prier à vivre mon mantra on est transporté se passe des choses en nous que j'avais toujours ignoré mais maintenant ces choses là je ne veux plus les perdre puis j'aimerais tellement tellement communiquer cette j'essaye d'en parler aux gens pour qu'à fin que tout le monde adhère avec nous autres pour savoir qu'on devient une force puis qu'on devient tellement bien avec nous même que si c'est difficile à exprimer sans le faire nous même sans apprendre à pratiquer faire nos exercices de respiration ça demande la patience ça demande du temps mais quel beau cadeau on éprouve après tellement de belles choses qui nous arrivent puis que je manque de mots pour le dire mais une chose que je peux dire c'est je suis très heureuse et je remercie le ciel de m'avoir fait rencontrer l'homme qui l'homme m'a fait rencontrer monsieur tam qui pour moi maintenant est une belle grande famille que j'aime de tout mon coeur et mon coeur n'est pas assez gros pour le dire je suis pas capable de l'exprimer je manque de mots je manque de vocabulaire je peux dire par exemple un appel à tous essayez vous n'avez rien à perdre mais tout à gagner de grâce je vous en supplie allez allez vers le seigneur marcher dans la paix et dans la lumière allez chercher vos énergies que ça nous donne allez-y vous allez voir ce que ça donne après ça vous ferez juste simplement dire merci d'avoir découvert ce beau monde de vos vies merci 我是梁士康 在1957年已經開始修炼无微法理科学玄秘至今 我越来越感觉到身体健康心静开朗不像以前一般的衰老老累年轻的时候我总担心奋斗希望自己能成为社会上一个好人 现在我明白了人的生存是要与乾坤宇宙之元气相联系 因此我们可以急着实行无微法理科学玄秘佛法 令到身体五脏神经镇定健康安宁而致脑筋能量与乾坤宇宙互相融会 达到清净心才会明白能感应到与整个乾坤宇宙接触到正心电能这回事 当你能够感觉到某一份属于清清而某一份属于进化之无穷的话 到时你将会有做不完的工作 修行者的心无时无刻要向着轻盈处修进便会感到幸福与快乐无穷 希望大家听过我的陈述 看过如上我所实习的方法后 回去研究及实行 尝试练习做做看结果会如何 往后希望大家会有机会一起来建设发展 使到地球上的人能够共享和平 诚恳地感谢各位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